香港很多富豪靠白手卿家 好像霍英東一樣 有估計1991年他的資產已經達到150億元 本地富豪榜排第二位 你說出身貧苦的富豪 小時候都是住在灣仔劏房的 正排蛋家仔的霍英東 原籍廣東潘瑜 1922年在香港出生 爸爸就靠租船經營博運維生 爸爸過世之後 霍英東一家上岸生活 在灣仔石水渠街的一個200呎的單位居住 霍英東原名叫霍觀泰 但雪明先生說 觀泰兩個字不好 觀字兩個口 怕爺觀飛 泰字從水步 他們是水上人家 范妓 雪明先生就說 想個兒子發達就一定要改名 雪明先生還說 霍英東微語之間有英明之氣 命中而大木運 東方是木運 於是霍觀泰自此就改名為霍英東 十三歲的時候 霍英東考入黃隱書院 算是霍家識字最多的人 媽媽的船運接駁生意好轉 霍英東也成為媽媽的得力助手 一放學就幫媽媽登記貨物 霍英東在黃隱一直讀到中六 遇到日軍侵華才絕學 當時霍英東媽媽做駁運生意的小火輪 都被日軍精用埋 一家人生活 無以為繼 霍英東是大仔 唯有出去做苦力 賺錢養家 在輪船上做產煤燒火工人